演说梦蒙场,轮到我上场 我是度假新来自马来西亚娄婆新山 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人才 我想问大家,你觉得什么是人才,什么是庸才 很多人觉得在某个领域上,做得很好的就是人才 做得不好的就是庸才 想请问大家,如果今天你把古神巴菲特 这个一个顶尖的人才,天才 放在打羽球,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同时你把我们的马来西亚的李宗伟 大多李宗伟放弃投资股票 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其实很多人都会认为 一定要表现突出才可以显得能力爆发 才有这样的资格去影响别人 其实是个人的误解 其实很多的庸才都是放错了地方的人才 就很像你今天,一只狗会游泳 但是它怎样游都不可能比一条鲤鱼有的坏 所以只要我们找到适合我们自己的领域 保持热忱在这个领域走下去 我们肯定会成为这个领域的人才 所以就算你不是在那个领域的人才 你不要放弃,可能它不一定射你 只要找到射你自己的一片天地 你肯定可以发扬,发光,发扬光大 来,感谢各位